好那么下午呢 我们接着继续 那么下午我们就不做这样的一个程序了 下午我们要讲的一个新的东西叫什么呢 深层的神经网络 那么这个深度的神经网络 与更常见的单一的这种隐层神经网络 我们今天上午是不是建立了非常简单的神经网络 对吧 就一个全力阶层 然后呢 这种区别在什么呢 深度跟这个什么简单的这种神经网络 就在于深度 就在于深度 那么深度学习网络者每一层节点的 全一层的这样一个输出基础上 学习识别一组特定的特征等等等等 这个这些啊 这些是概念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中间去 比如说在这个中间可以加很多层吗 是不是可以很多层 但要注意了 如果说让你自己去加对吧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加 加呢 加什么多少层 每一层加多少 你也不知道 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一种特定的结构 叫卷积神经网络 这种呢 它就知道你 指定了 你每一层怎么加 对吧 你加的是什么层 经过什么层 得出那个结果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卷积神经网络 它呢 是一种深度的神经网络 既然它深度比较深 就能够学习更复杂的图片 那我们这个手写数字比较简单 对吧 那我们可以识别的更加复杂了 那在这里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与单次的这种神经网的比较 比较一下 然后第二点 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发展历史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对结构进行分析 就是说它怎么去进行识别了 第四个 对一些相应的API介绍 同样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 Mins的手写数字进行识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全连接神经网络的它的电影特点 或者说它的缺点 就是我们简单通过这样去建 然后呢 中间你可以加很多层 这里面有一个缺点 说参数太多 在CFAR10当中的这样的数据 我们就有三双清三双清三 这样的东西吧 那如果说你这个权重 对吧 如果说更大的图片 两百双清两百双清三 你这里就有多少 这是四万双清三十二万 那十二万如果你的输入是十二万 这里是输入对吧 十二万个特征吗 十万 那你要输出十个类别 那你应该要多的权重 如果一个全年阶层的话 乘以十万 就是乘以十 就是参数一共有120万个参数吧 就是这个权重应该有120万多个 对吧 120万个 那所以这个权重数量出的特别特别多啊 就是说太多了 对吧 如果说图片再大一点 对吧 那你这个计算了就非常非常好时间 所以我们目的是什么 尽量减少最后一层这里的这样一个数量 权重数量 因为它的权重数量容易多 因为它是要相乘的 相乘一乘的话 这有十个输出 如果说你的类别是一千个 你这十二万又乘一千 是不是更大了 一千二百万一亿对吧 你的参数就这么多 所以这样一个参数太多 这造成的你这样一个训练的这样一个计算 是不是太好奇了 所以它为了做这样的一个完全是浪费对吧 所以为了这样一个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尽量在全联阶层输出的时候 因为你还是要识别图片嘛 最后一个全联阶层肯定是要必须要的 但是我也不想再让它这个数量特别多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在全联阶层之前 把这些参数都减得非常小 对吧 都减得非常小 然后去那些增层呢 我就可以需要的参数已经变成了 好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第二个 第三个 没有利用像素之间的位置 等下我们再说 那这个我们要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再去说 第三个 层数限制 什么叫层数限制呢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卷积神经网络 那你只能怎么办呢 我只简单了 对吧 这里是我们的输入 对吧 然后呢 中间我就乱加几层 对吧 乱加几层 然后几层就是一个生理员 两个生理员 三个生理员 对吧 然后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这个效果呢 你还不知道怎么样 而且它进行这样 你从前往后输出的话 可能会造成你这个效果 还没有单一的这样的效果好 所以对于这样的结构 并不是盲目的一层一层的去增加就结束了 而是需要一些特定的一层的结构 去进行这个输入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全天间这种对吧 单一的或者增加一些层的时候 它的一个特点 或者说它的缺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卷积神经网络呢 它在现在很多的这个出名 很多出名的这个数据集上表现怎么样 那么在这里 同样对只对于分类问题啊 只对于分类问题 那么 以前在10年11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机器呢 它去识别这张图片的时候的 错误率呢非常高 达到30%的左右 对吧 125以上的这样的程度 后来 由于这样的一个很多别的神经网络出现了 就是由于卷积神经网络出现 那么这些代表性的这些网络啊 它呢都是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啊 只是说它里面的这些深度不一样 然后呢 哎 它的准确率 错误率啊 或者说 错误率吧 它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低 对吧 错误率越来越低 哎 那么到 12年 13年 14年 15年 每一年都有新的结构出现的时候 15年出现了一个resnet 它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率达到 百分之 达到百分之三 四左右 对吧 那超过了人去看这张图片的识别的正确率 也说你人去看这张图片 它图片呢 有的就比较模糊 有的呢是比较这个小的 那所以这个图片呢 它有的那人去看的时候 你也看不清这里面的物体是什么 对吧 也有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率 那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识别 是比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要好的 好 那么当然这是他们在特定的一个测试集 训练集去测试的 对吧 他们的这个数据啊 类别比较多 不适用于我们这一些有的一些进入产品 因为他们只是比赛 对吧 所以越好 越高越好 他们的类别呢 一共有一千个类别 一千个类别 对吧 你现实的产品中 肯定不一定有这么多类别的数据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发展历史 发展历史 那么 在最早1989年的时候 那么在最早1989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谁啊 这是我们上午讲的那个人吗 那个那左边那个胖子 对吧 杨乐秋恩 对吧 杨乐秋恩 他呢 这个1989年呢 应该是在他师傅的这个老师的班主下 对吧 发明了这样的一个卷积的雏形 现在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雏形 就是LENET 那么LENET后来啊 有了这样的一个在某个大学呢 改造了之后啊 历史性的突破 就是LENET的准确率啊 突然直线上升啊 突然直线上升 那么他在这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些这个啊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 什么RELU啊 GPU加BigData 当然数据量是不是也要多啊 数据量也要多 那么历史性的突破之后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卷积神经网络都来了 那各种各样的卷积神经网络 比如说这个什么VGG 一直发展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 是谷歌对这个东西进行改的一个神经网络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出了一个叫谷歌NET GoogleNET 也是谷歌去改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结构 那这两个啊 都是谷歌去进行改造的 那么他主要是呢 进行突压识别 这两个呢 是进行突压识别的 那么后来又把卷积改成什么呢 注意到他里面的结构还是一样 只不过把一些输出给改了 所以改了之后呢 他就从分类任务到了检测任务 也说你不只是说我判定这张图片 这个属于哪个类别 对吧 他可以输出什么呢 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第一个 他有这个某个类别的这样一个物体 有一个头对吧 或者说有一个板凳啊 等等的 这有一个物体的判定检测 他能够更细一点 检测你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 这个呢 是他改进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就变成Fast Rcn 这个主要是用图片检测的 那么这两个呢 图片呢 识别的 还有增加其他的一些功能 对吧 其他功能呢 这些insip上都是谷歌的 那么这里面有提到一个cn 加rnlstm 这个东西呢 他就是可以去做图像的描述的 图像描述 之前说过这图像描述吧 就说我给你一段图片 对吧 你用一段文字给我描述出来 对吧 自动的用这个机器描述 这个图像里面有什么东西 对吧 用文字 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只是输出结果 也相当于是一个分类任务 你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相当于是说话了 对吧 说一段话 好 那么后来呢 这个resnet 我们刚才看了 resnet的效果最好 这个呢 是微软 微软呢 结合了这两种的 各自的优点 然后改进了这样的一个 叫resnet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这是微软去改进了 然后微软改进了这样的一个网络呢 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又稍微比这个inception的要好一些 当然这里面讲的对吧 每个人改了改了 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 对吧 但是有的这些结构 我们是在特定的产品之下了 啊 比如说他这些是做图片分类的 啊 图片分类 他只能说输一张图片 对吧 他有一千个类别 怎么去输 如果说我们就拿 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验证码 对吧 你一个验证码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图像吧 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字吧 验证码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字都给 说出来了 你把这些字都给说出来 那这样的话 那你这些结构 这么复杂结构能用吗 也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他目的是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输入输出啊 你的输出怎么改啊 哎 这就是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灵活性 就是说他把结构还是那样 但是呢 把一些输出或者说一些特定结构一改 就能够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灵活性 好 那么这是卷积神经网络啊 基本的一些介绍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卷积神经网络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现在大体的认识一下 首先我们从那最简单对吧 他能做图像识别对吧 图像的分类对吧 那比如说一个汽车图片输进去了 你最终还是要经过一个全链阶层 输出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吧 也就是说全链阶层还是必不可少的 只不过中间这些 不是我们盲目的去加一些 这个自己加一些这个一个权重 对吧 自己加权重 跟他去计算 而是加一些特定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白色的这种结构吧 哎 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 然后呢 又有这种黄色的 这种结构 然后还有这种红色的对吧 还有这种红色的 这种结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中间我们会有一些特定的特殊的结构 对吧 那这些结构是什么呢 哎 等一下就是我们想起要去讲解了 卷积神经网络里面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你中间一张图片识别的时候 我可以经过不同的层 然后到达一个全列阶层 最后输出结果吧 比如说这中间我可以设计一些结构 在里面吗 好 那这就是卷积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构 让你感受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组成呢 就跟我们普通的神经网络呢 其实差不多 神经网络我们的基本组成是有什么 输入层隐层输出层层什么 只不过卷积神经网络特点 在于把隐层分成了单独的一些结构 这些结构称之为什么呢 卷积和迟化 卷积和迟化 至于它的卷积迟化呀 哪里干什么用 我们会解释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卷积神经网络之后 它的这个数据呀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的数据本身这个彩色图片 比如说是200230 我的数据是一个200230一张图片 对吧 好 那它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 就是在 在我们的这个卷积经过之后 本身假如说啊 你这里的输入 这个地方是200 假如说是200 你的图片的长官是200 然后呢 你的是三张 对吧 你是一个彩色图片 好 三 经过卷积某一个 或者卷积神经网络 某一个结构之后 诶 它的数据变这样了 比如说这里是变成了三张 不然变成了 或者64吧 其实也行 随便举一个数字 70 然后呢 这个后段呢 也变多了 20个 好 那么再经过一些结构之后 又变成这样了 对吧 比如说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比如说是100 好 这里是30吧 然后呢 这也是30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变成了50 那也说它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一段一定 在不断的去变化的过程 数据的一个形状 对吧 数据一个形状 主要是形状啊 然后最后 到这样的一个输出 那也就是说 经过卷积神经网络了 我们的输出 就是这样一种 中间的数据变化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是对一张图片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详细的去说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对吧 它到底厉害在哪里 它的特定的结构 是什么东西 那么首先 我们来确定一下 在这个 我们把这一张图片 当过来 比方说 我们要对这张图片 进行一个识别 对吧 比如说这一张图片 我旁边呢 有一些黑色的 不用管了 比如说我要对 这样一张图片 实行识别 那么我们之前的 神经网络怎么做 是把这一张图片的 所有数据啊 变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矩阵 对吧 变成这样的一个 长夸 头脑诸多 然后直接输入到某个结构 某个这样一层里面 是不是直接计算 都是结果 那卷积神经网络呢 它就不可能是这样去做了 那我们具体来分析 卷积神经网络 它里面结构有很多 那首先 一般第一步 我们是一个 看一下 它的这样的结构 第一个 它是卷积层 第一个 我们要经过的是一个卷积层 那么它还有什么 激化函数 还有吃化层 全连接层 这是什么 这几层是什么 都是卷积神经网络里面 要用的东西吧 对吧 它要用的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 就分析卷积层 一般呢 我们的顺序就是 从前面 往后的这样 出去 能理解吗 好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 分为卷积层 那么卷积层里面呢 它有很多东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卷积层 卷积层 那么这个卷积层呢 它并不是说我直接就把你这一个人啊 把你这个数据呢 直接放到这里面 直接得出结果 是干嘛 它 定义一个过滤器 它有这个一个过滤器 定义过滤器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过滤器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理解 比方说它是这样的 它是定义了一个人啊 比方说这个卷积层呢 有一个人啊 这个人呢 它人 它用眼睛去观察 对吧 它有一个观察窗口的大小 注意了 现在有一个因素是 观察窗口的大小 也说你拿这么大的一个观察窗口 去观察这张图片 现在是一个人 对吧 那卷积层做的就是 我这个人呢 去观察这张图片 我去观察什么呢 我从这个图片的最 最上面和最左边 去进行观察 那在这里 我这个人带的这个观察窗口 是一些权重 注意了 这里面的观察窗口 这个过滤器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观察 观察窗口 这个观察窗口呢 它有一个大小 有一个大小 这个大小我们等一下说 好 里面装的就是权重啊 注意了 这里面装的是权重 然后去观察它 哎 好 这个人呢 观察这里了 权重与这里面的什么 这里面的像素 也是一样做现行回归 就像那一试 你存它 存它 相加 最后加这个结果吧 好 这样的话 在这里观察 是不是有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图片 还没有刮上完 那这个过滤器 还要做什么呢 还要再次继续往右 好 再次观察 是不是又得出一个结果 然后再次观察 再次观察 一直 比如说到这里 先我们不假设 它这个能不能正好到这里 对吧 我们先就假设到 正好到边缘 那你是不是这一次 是不是观察几个结果吧 啊 这样那个过滤器 那么接着还有下面没过滤啊 哎 它下面也有一个不长 哎 在这里 我往下移一点 那至于移多少 那我们就说 移一点 然后呢 我也去观察 观察观察 好 最终目的 这个也观察好了 那是不是就这样 相当于是一个什么 像一个机器 一直不断的扫描这张图片 哎 得出各个结果 那这里面有几个东西 要注意了 你这个人 他到底观察的大小是多少 就是说 他每次观察的这边像素 他观察多少像素啊 哎 他就指定了 然后他还有一个什么 不长的 也说这个不长也是一样的 这个不长呢 比如说 假如说我这里哈 我观察好了 移动不长特别长 哎 一次观察这里了 那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就忽略了吗 是不是有些东西没有观察到 哎 在这里一直直接过到这里了 然后又直接移到这里 是不是这样非常粗糙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卷基层就这样 他指定了一个人去观察这个东西 他应该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结论吗 有一个结论 啊 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啊 我们来看一下 结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大小 是不是应该有大小 也就是说 这个人观察的时候 哎 这里有个结果 这里就 这个就 比如说 含你有多少结果 列 呃 这个有多少列 对吧 有多少含的结果吧 那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结论应该有一个大小 是不是有个大小 有吧 好 那么这是卷基层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这样一个过滤器 那么这个过滤器里面呢 它是装着权重去观察的 权重去观察的 这里面啊 是权重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过滤器 它有大小一个不长 那么我们一般呢 这样一个个数 大小啊 一般是基数个大小 也说我们的过滤器大小呢 是一个基数 好 那么基数 它这里呢 给了我们几种 几种选择 一是一乘一 三乘三 五乘五的大小 那么这些大小 就是别人通过试验 得出这样一个观察穿口 是这样一个大小 是比较好的 五乘五 一乘三乘三 五乘五 意味着什么 我这里面有多少个权重 假如说我带的是五乘五的 这样一个大小 是多少个权重 二十五个权重 别说这个人 二十五个权重 进去观察这个东西 好 那么先不管他观察多少像素 对吧 然后是不是有一个不长 这个不长 就是你移动 每一次移动的 像素的数量 那比如说 我每一次移动十个像素 是不是要移过来啊 十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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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每一次移动一个 就很慢 一个像素 对吧 那也说这个不长呢 他呢 就是移动的 的像素 数量 那这个不长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不长能不能特别大 看一下 如果说他特别大 是不是一搞 一走走过去了 然后呢 是不是就超过 或者说就直接中间 有一些忽略了吧 然后再往下 哎 又忽略了 走出去没关系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的 走出去没关系啊 我在这里 所以为了他观察更仔细一点 你应该怎么着 是不是从这里 走一个不长 是不是更再仔细一点 一个不长 所以不长一般我们选择 都是一个 一个不长 一个不长意味着 他是不是从这里 好走一个像素 再多一像素 再多一个像素 再多一像素 是不是这样去观察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卷积层 他就过得出了一个结论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这个数字 我们拿一个数来看一下 在这里 那我们比方说 把这个部分 我们先站立过来 就在这里吧 好 现在假设这个人啊 他的观察成果是多大 这么多 这是三乘三 那个观察成果 那么三乘三 他要观察一个 五乘五的图片 注意了 五乘五的图片 好 我现在是不是 观察从这个图片 最上面开始观察吧 是正好覆盖九个像素 你看一下 是覆盖图片九个像素 那怎么做 我们说了 这里是怎么去做的 是不是相对于是 限期回归运算吗 看一下 是不是 2.1乘以这个 0.7乘以这个 1.0乘以这个 1.3乘以这个 1.2乘以这个 3.0乘以15 对吧 然后一直到 0.9乘以149 然后最后干嘛 求和吧 好 那也就说 这个人观察到这里 得出一个结果了吧 好 得出一个结果 我在这里填上 对吧 在这里 这个地方 那我们假设 填一个值 比如说 他的结果呢 比如说20 比如说20 当然 这个计算 只要看他一个 有正负的 然后他还干嘛呀 我们说了 此时我们要移动 一个不长 哎 是不是这样去观察 好 好那现在又得出一个结果 是不是在这要前上 然后再移动一个不长 是不是正好把这里覆盖了 是不是又有 又有这个结果 那也说你这一行得出了三个结果吧 好 那接着 韩的结束了 是不是向下再移一个 对吧 但是这中间啊 不用管他怎么去移动的啊 这个只是计算而已 对吧 哎 往下一个 然后再继续一行 这又有结果 这又有结果 这个就 是不是第二行又有三个结果 接着下面还没结束呢 是不是又有结果 又有结果 又有结果 那也就是说 现在你的结果 是不是一个 三乘三的结果 是不是三乘三结果 原来你的图片的输入是多少 五乘五吧 是五乘五 现在你一个人 注意的是 这个人得出的结论是多少 是三乘三的一个结论吧 三乘三的结论 那这里面 也就是说他观察对吧 从这里进行观察 观察好 观察好了 那得出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我们就当做这个过滤器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对吧 这是他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不长改一下 把这个不长改一下 他还是得出这样的一个大小吗 就不一定了 那我们把不长改一下 如果我现在把不长改成了 把不长改了 那这个人带了这九个权重 去观察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应该得出结果 好 看一下不长表 首先还是从这里开始 对吧 然后移动两个不长 是不是正好到这里了吧 哎 正好到这里 那然后这里是不是第一行结束了 有几个结果 一个 两个结果吧 然后又向下一动 两个不长 是不是这里有一结果 这里有一结果 那也就是说 你最终得出来的结果多大 二乘 那也就是说 最终这个filter过滤的时候 或者说他去观察这个图片的时候 最终得出的结果的大小 是不是要受你的这样的一个 本身你这个东西的大小 和不长的大小啊 是不是要有关啊 那如果说我这里就是一个五乘五 那时候你就移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大小和不长 是决定了你这一个人观察的大小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删掉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多个人去观察 诶 卷积他没有说 心里你一个人去观察 他现在来多个人观察 那意味着什么呀 一个人观察对吧 我一个filter去观察了 得出的结果 那现在你多个人去观察 注意了 这多个人带的大小都是同一啊 要么全部带的都是三乘三 要么全部带的都是五乘五 能理解吧 窗口大小 那也就是说我另外一个filter 对吧 这个过滤器我们叫做filter 另外一个filter 这是filter一 再来一个filter二去进行过滤 那么filter二呢 他也带一些权重 这些权重也不是跟你一样的 这些权重 他是假如说三乘三大小 他的权重 这个值跟你这个权重的值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去观察这一张图片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得出结论 就是他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吧 来那也说得出结论二 这里呢是结论一 好 那么这样观察对吧 也说一张一图片 每个人每个人去观察 你有多少个人是不是有多少个结论 假设说我现在 指定你有100个人去观察 那么最终你应该得出一个100张的这样的一个表吧 100张这样的一个表 这个表代表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你一个人得出的那个结论的 刚才看到我们那个过程 是不是那个东西结论大小了 那最后我们的数据变成了什么了 数据是不是变了 看一下我们的数据是变成什么了 现在是假如说啊 他的结论是 刚才我们再次三乘三大小 现在有多少张 100张了吗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张图片 一个人观察 一个人观察 100个人观察 是不是100张 结果是不是三乘三的大小 是不是这样 那这就是说我们的数据是不是发生改变了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他的观察卷积层 他观察的整个过程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观察对吧 在这里观察了 那么接着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人观察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图片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图片就当成黑白图片 黑白图片就是不是就这一张表了 注意了 黑白图片是一张表 你的这个彩色图片是不是RGB三张表 先不考虑三张表 只考虑一张表 一张表 那假如说它是一个 跟我们今天上午用的数据一样 它是28乘以28的大小 然后一个通道是不是建立一个大小吧 好 那么如果我去观察的时候 对吧 我指定了这个人大小不长 去观察 但是如果说这样正好 哎 比如说啊 我们从这里 把这个数据拿回来吧 就在这里 假如说你现在用这个去观察 对吧 哎 在这里去观察 那如果你去观察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好 我从这里观察 对吧 我的不长是三 一 二 三 吹奏什么问题 是不是出去了 对吧 是不是出去了 那也就是说 你这张图片 我去观察的时候 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因为你的不长和你的这个过滤器大小 是不是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那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这样问题怎么办 好 他有两种解释方 那如果说这样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吧 那我们有两种方 一种是 第一种就是说我们超过对吧 就是说这个移动对吧 移动越越过 图片图片大小了 好 移动越过图片大小 也伤得越过来了 那你怎么办 是怎么办呢 有两种方案 一个方案是什么 我就不越过 就当我计算的时候 发现 这里要下一步 比如说在这里 再移一次的时候 是不是要超过了 那我就不移了 我就在这里待着了 下面就要往下去移 也说我是不是应该会 有一些东西没有观察吧 也就是这一点 对吧 也就是说不越过 对吧 不越过 那直接什么呀 直接停止观察 对吧 直接停止观察 好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有一个什么影响 是不是你这张图片 都没有观察完全 就进行结论了 是吧 这里得出结论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结论大小 那像下 是不是也有可能 越出吧 是不是也有可能 所以这是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 是什么呢 好 我就这样 越过去过去过去 好下一步正好越过了 那我越过越过就越过 就越过 那这里呢 就是第二种方法 我就直接越过 直接超过 那么超过那怎么办呢 超过的这一部分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超过一次 你应该就知道观察完了 是不是你就结束了吧 那你超过了之后 还要超过吗 不可能吧 是吧 因为你图片 目的是为了把刚才那一点点 没有观察到的图片 是为了把这个 剩下这一点观察到 是不是你要超过一下 超过一下 哎 发现图片都观察完了 是不是 直接结果结束 然后再往下 往下 一样 也就是说 相当于你周围 是多观察了一堆东西了 那这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叫 林田冲 这个过程 叫林田冲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会容易发生一个 匹配大小不别 也不一样 对吧 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越界 那么越界的时候 对吧 那我干嘛呢 就在周围填上一圈零 零意味着什么 你在加全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作用 是不是零成任何数 都有零吗 哎 加了一圈零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正好 哎 把所有的图片 都能观察完了 好 那么至于我到底 该加多少个零 加一圈零呢 还是两圈零呢 还是三圈零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通过你计算 哎 我超过一点了 立马就加一圈零 然后不再去超过的时候 是不是加一圈就够了吧 加一圈够了 是不是就不用再加了 如果加一圈还不够 对吧 你还要再超过两个像素 那是不是再加一圈 那所以也就意味着 我的林田充 是不是应该要去 得出来的一个林田充吧 对吧 要得出来的林田充 好 那这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捲基层 我们现在有几个影响因素了 大小和不产和林田充 对吧 林田充 还有你多少个人去观察吧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刚才说的大小不产 是不是你得出结论的大小 得出结论的大小 然后呢 你的林田充 对吧 林田充 如果说停一或停二 你最终的代案 你一个得出的结论 那是不是又不一样 是不是又不一样 比方说刚才 这里我们移动的是三个不产 移到三个不产的时候 是不是又出去了 但是你停冲一次 是不是就又可以观察一次吧 如果不林田充 是不是只观察一次 就不能移了吧 所以林田充 是不是也影响到 你最终的输出大小 是不是也会影响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来说 这个林田充 到底怎么去舔 在TensorFlow的API里面 它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什么 Same 有Same 就是说由于移动不产 对吧 不一定能整除 整个图像的像素宽度 其中有两种宽度 一种是Same 一种是Valid 那么Same是什么呢 越过并引起的 Valid是不越过并引起的 那对应的 我们哪一种是Same 是不是第一种是 不越过是Valid Valid 第二种是什么 Same 好 那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果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最后这一张图啊 它的一个结论 大小是不是跟这些有关 是不是跟这些有关 好 我们先不考虑 等一下我们会有公式 去求到底这个东西 怎么得出结论吧 好 先放在这里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对吧 我们现在是一张黑白图片 我们去观察了 对吧 黑白图片 用我们的一个过滤器 对吧 多个过滤器去过滤 那么现在如果给你一张彩色图片怎么办 彩色图片 意味着它应该有三张表吧 RGB三张表 那怎么办 有三张表怎么办 彩色图片 这里要看 卷积神经网络呢 它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既然你是三张表 对吧 假设说我们现在啊 看到多通道图片 是不是就三通道图片吧 你假设说左边 看到左边这里 左边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张一张的 先不考虑天天中 这里代表R 这一张图片的RGB三张表 是不是三张表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filter 我们一个filter去过滤的时候 怎么去过滤的 看一下 一个人对吧 这是一个filter 一个人去进行观察的时候 他带了几张表 也是三张表 他带了三张表 假如说是三乘三的 假如说是三乘三的 是不是 三乘三 这是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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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干嘛 然后每一张对应的 你观察这一张表 观察它 这张表观察它 这张表观察它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人带了三张表 一共多少个群众 假如说这里是三乘三 就九 三九 二十七个群众吧 然后这个人 就带了二十七个群众 去观察这一张 彩色的图片 那能理解什么意思了 就是这个跟他计算 这个跟他计算 对吧 也是一动 也是一动不长 等等一动一动 然后这个人 是不是就得出 这个人啊 这个人的三张表 都得出结果 那么我们说了 一个人得出一个结论 那你这一个人 有三张表怎么办 你一个人 是不是得出 一个张表的结论吗 对吧 那现在你是彩色图片 你一个人带了多少 带了三张表 那怎么算呢 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会给大家 看了这样一张图 这张图呢 它就模拟了 我们这样一个情况 这什么情况呢 整个运行的过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打开这个图 这里是我们模拟 是三张图 就是说这个一个图片 是彩色图片的时候 好 现在注意啊 你现在是第一开始 是这一个人 这一开始是一个人观察的 好 这一个人观察 好 这个人带了三个群众过去 啊 这一个三张表的群众过去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跟他信心相成 然后先加 这里跟他 这里跟他 然后最终这个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他就直接 先加就行了 看一下 好 往下 现在看到 这个结果 是不是这个人得出来了 这结果是这个人得出来了吧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这个人观察结束 那我们得出的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这样一张表的结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怎么来 是不是 这个一啊 这个一啊 这个一怎么来 是不是 他与他进行 群众相成 将相加 加上这个里面的群众相成 相加 加上这里面的群众相成 相加 再加一个偏执 就能得出这个结果 能理想啊 哎 这个就是这个人得出的这一个结果 那同理 现在对吧 现在是这个人的 对吧 这个人的 那现在第二个人去观察了 那第二个人带的群众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吗 那我们看第二个人观察 哎 第二个人观察 由于是彩色褪变RGB 所以我也得带三个这样的表 然后观察第一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 第三个结果 好 一行结束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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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第二行结束了 再来再来 再来 第三行结束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得出了两张表的结构啊 是不是还是一样 多少个人会多少得出多少张表结论吗 能理解吧 那么这个结论就可以往后面去使用了 哎 这个结果就往后面使用 我们就不使用这些东西了啊 不使用这些东西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吧 我们刚说了 这个输出的这个大小 是不是跟了很多影响因素有关的 比如说这个人去观察的时候 你得出了这个结论大小 与你的不长 林田中 以及你的这个观察川口大小 是不是有关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去详细去讲 这个输出大小该怎么去计算 那怎么去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等下发给大家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卷积 对啊 现在还是卷积层 这个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计算呢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公式的 这个公式是需要大家记住 因为在面试的时候 容易很容易问到这样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先来看 这是我们的计算公式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输入体积大小是什么 是不是你一张图片输入大小了 好 假设说我现在的图片输入的是 28乘以28乘以1的这张图片 注意了啊 这1的这张图片 说明这张图片是长28宽28吧 好 假设说你经过一个卷积层 好 注意了 我经过一个卷积层 我设计一下 这个大小啊 不长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是你自己设定的 假设说我现在指定 100个人去观察 100个 100个 filter 然后 这100个人带的这个filter 大小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用5乘5 好 注意了 5乘5 然后 它的移动不长呢 我指定1 啊 移动不长 移动不长为1 林田冲 我们设置为 Panning 假设说这个林田冲啊 我们现在设置为 这个林田冲呢 是你自己设置的 自己设置的 好 假设说啊 林田冲设置为 哦 我们去观察这个图片 要4个超三的数字 你filter的数量 filter大小 不长和林田冲大小 那我们就根据这些因素 去求出这一个人 得出的这个结论的 长和宽大小 能理解吧 那多少个结论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有多少个结论 是不是100个结论 是不是100个 是吧 每个人一个结论 100个结论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的体积大小 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体积大小 输出啊 输出比如说 H2等于 我们看一下怎么算的 多少 H1-F加2P是多少 H1是多少 是不是在这里 是多少 28吧 看清楚了 H1是多少 是不是这里的 长宽对应的 是28吧 输出的图像的 长吧 然后减去多少 减去你的 Filtre的大小 我们的Filtre大叫多 5乘5吧 Filtre啊 就你观察窗口的小 加上2P 2PP是什么 0点充 P我们设定了多少 O 连说2乘2 是吧 然后再除以 S是什么 不长了 不长多少 为1 为1 除1 再加上一个1 那最终这个结果多少 23加4 27 除以1 27 再1 28 那如果说我的 Panning是为1 对吧 不是用2 用1 那么这结果应该多少 28-5 23加25 26吧 那也是说一张图片 对吧 你的长经过这样的一个Filtre进行观察之后 你的长变成什么了 这变成26了吧 这一个人得出了一个 这个人得出的结论的长是26 那接着我们要计算宽吧 由于这里的长宽大小是不是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快速这样 28 宽是也28 28减出多少 F是5吧 加上2乘以1 对吧 除以1加上1 最终都有多少 是不是也是26 是不是也是26 如果我这一张图片输入进去 就不是这个大小的 比如说它是20 是不是你计算出来的宽 经过5乘5 是不是就不是26了吧 这里要注意了 所以我们的输出的结果大小是多少 26乘以26 好 就是一个人 他通过这样的一些属性去观察之后 得出来是26而已 26这样的一张表的结果吧 相当于是这样的结果 现在有多少个人观察 是不是100个人吗 那所以我们最终的大小 是不是100张26 乘以26这样的东西吧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 输入进去 输出这段 输出这段 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数据了 那这里面对吧 我们这个数据就通过卷积层 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那能知道怎么去计算了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林田中 以及加上不长 加上这个什么filter 加上这样的一个穿口大小 它的一个结论 那注意了啊 在这里面 有些比如说一些命事体 对吧 他提问的时候 就直接给你一个 这样的一个输出多少 输出多少 对吧 输出的图像多少 然后给你说 我经过这样一个卷积层 求输出大小 然后或者建立其他的层 求输出大小 就是他把这些属性告诉给你 你是不是要针对这个公式去算吧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TensorFlow当中啊 他提供的这个API有个特点 就是在林田中这里 主要是整理这个林田中 什么意思呢 这个SAME呢 它是越过变形取样的了 那它有个特点呢 只要你在API里面指定了SAME 你的这个输出大小 跟你输入的大小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指定了SAME对吧 我先不管这些东西啊 在TensorFlow API里面 只要你指定了这样一个SAME 它会怎么样呢 你的输出 每个人的输出都与 之前的这个大小是相等的 你理解吧 之前的大小相等 所以有可能会让你反过来求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不给你判定了 我不给你判定 我现在告诉你100个FILDA对吧 先不看个数啊 只看5乘5不常为1 好我们把这个公式带进去 来看一下 除出林田中 28是我们输出的吧 减去F5加上林田中 不知道吧 你不知道吧 OP是不是 除以不常多少 1吧 加1 然后呢 这里是不是也一样呢 好加1 那这个结果也说 我想要H2等于这28 W2等于28 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求这个P 是不是反过来可以求 那可以求出来 这里应该是27加1点28 27 那这个地方P是什么 是不是点O P就等于O 那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改一下 我把这个改了 那这个改成3乘3 把这个33 那也说你这里变成了3 变成了3 那也说这里是不是要保证一样 是不是又要重新求P吧 是不是你又可以重新去再去求一下P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应该多少 这27对吧 这是27 28件三25 然后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2 应该是多少 P应该是1了吧 P等于1 好 那么也就是说 Tunes of Low当中 这个Panding等于Same的时候 你是要对吧 求出这个Panding等于多少吧 这个P应该前充多少个吧 好 这个我们不用管 当你这个API用的时候呢 你只要指定Same 它自己去计算这个P 您前充 应该在外围前充多少个 没理解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卷积层 对吧 从前往或者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 也说 Filtre的数量 影响的是你得出多少个结论 那每个结论的大小 是不是受你的 观察过滤器大小 还有不长 还有林田充影响吧 对不对 好 那么先下个休息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